这个是肋沟 然后上面这一点是卧蚕 打完之后成品效果太差了 简直就是失败 精华义乌江冰西路上有家欧莱美医疗美容医院 2月23号常女士花了1万4 做了去肋沟和填卧蚕的项目 她说肋沟是美了 但卧蚕的效果不太行 想着做完这个卧蚕 看上你眼睛更水灵一点 更精神一点 现在那个褶子完全又垂下来了 一道道厚厚的褶子又苍老了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这个卧蚕 它在这个眼睫毛的下部 有一个一横这样立着的 但是一个星期过后 这个卧蚕就没有了 就相当于以前的延代 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常女士说往下看时 眼睛下面有明显的褶子 这是卧蚕下垂了 而且左右两边的宽度还不一样 此前双方协商过一次 签了一份调节中止协议 但不在她手上 就是卧蚕这一部分不在追究 她送我一个除咒 这个协议 我当时是同意了 然后第二天她打电话 她跟我说我签的名字不一样 这个中止协议是无效的 为什么签的名字不一样 我当时第一次来她家 也是签的那个名字 第二 就是我学用名 对经常大家都知道 我亲戚朋友都知道那个学用名 然后最后一次签的是 我那个身份证上的名字 常女士说当时没想那么多 其他单子上她签的都是自己的小名 只有最后一份调节中止协议上 签了身份证上的名字 医院就不认了 我现在就需要她把我做坏的这个卧蚕的部分 钱推给我可以了 大概 就是五千块钱左右 协议已经在第三条已经明确了 在3月4号我们就已经处理完了 你协议给完了吗 处理结果是什么 处理结果是 证损 中上面部的四个部位除纵 一次 你送了吗 一次 送了呀 但是 你嫌疑是一份两份你给她了吗 一次两份我们已经通过来取呀 当时她没拿呀 当时你怎么不给呢 当时我问你们 我说我要不要带走一份 你说不用带 随时来可以打都可以 其他的我就放到这里了 医生我问一下 他说他这个卧蚕下垂 医生直接离开了 终止协议显明 甲方赠送进口上面部 四个部位除纵一次 协商后 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 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 乙方承诺不再就此事件 向甲方及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信访 提出医疗损害司法鉴定 或其他相关诉求 不得向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 任何第三方透露协议内容 记者注意到 落款处的签名 并不是常女士说的身份证上的名字 但有手印 他自己盖的手印 好吧 然后付的身份证 其他就不要说了 他是论的 对不是 他说名字不一样 他说名字 那个女的跟我打电话 他说名字不一样 你要处境过来签 不签的话是无效的 你要是不接受的话 你自己可以走第三方法律途径 好吧 其他没了 OK 院方表示这份协议有效 常女士可以随时去做处咒 但常女士表示 不再相信医院了 有些人他不用身份证上的名字 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成立名 或者说是小名什么的 但是他按的手印是他本人的手印 也就是说是他本人自己 对这份协议是确认过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协议是有效的 要把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我认为这份协议是有效的 我认为这份协议是有效的 我认为这份协议是有效的